接下來我想要介紹這個第二個櫥窗故事 這個櫥窗的故事的名字稱為鳥與花香 那是因為之前我們在 壹斯櫻花鳥森林辦活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彩繪燈籠的比賽 剛好主辦單位也配合我們 做了很多的鸚鵡放飛 小小的鸚鵡 我們感覺上它很漂亮 可是它會飛到我們的肩膀上 飛到我的手中 因此我就很驚豔於這個鸚鵡 非常漂亮的顏色跟它的那種感覺 回來了以後我就畫了一個鸚鵡 結果我畫就畫了兩張 就上面跟那張跟下面這個 整個櫻花的那個感覺就會出來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是一個創作的 用種子 種子跟木頭創作的一個小小的食品 整個上個一組組合成一個鳥與花香 這個櫥窗的故事就是這個樣子由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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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